我还是觉得这个钓鱼台七号院啊 这个这个名字太有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全世界楼盘名字都爱骗人 对不对 因为在香港这些楼盘 明明这小的就就二三十平米 他好意思叫什么帝皇天下这一类 那大陆呢就有很多这种地名啊 比如说明明是在一个 比如说大兴一个什么盘 开事叫什么凡尔赛宫啊 什么的这一类什么别管的这种名字 那这个钓鱼台七号院 我觉得你想想看 他抓的中国人这种富人那种心理 就觉得要接近权力核心嘛 你说再钓鱼台 但当然他还不敢叫中南海 是不是 他不敢叫天安门 不敢叫天安门 都一样吧 闻到像香港除了说那个 很小的房子叫豪宅 但香港没有什么这种政治权利的 香港帝皇天丰 香港是两个皇帝 英国的皇室 加上中国的皇帝 全都叫起来 皇室的名字在香港 我做过统计 香港是最多的 香港的特点就是 一个就是海 这些自然的多 这是写实了 一个就是豪 另外一个就是帝皇 香港这个帝皇天丰嘛 真有这样的楼盘 香港的骗人 不仅是这种房子 这种固人是 每个地方不一样 香港主要是广东人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迷信 所以香港除了这个房子 叫什么豪宅帝王以外 楼层的数字也骗人的嘛 你也知道 对对对 你到了18楼之后 上一层可能是28楼 明明是19楼 怎么变28 再上一层38 后来变成88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出人的88这样 他广东人发嘛 发财在发 所以香港的那个 是蛮有创意的骗人方法 那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 专门盖给佛教徒富豪 住的这个楼盘 名字叫西方极乐 那其实呢我在想啊 像你说这些富豪 喜欢这种名字 这种感觉 你像广东人 其实将来说不定 如果有观你的话 你在广州盖个盘 也可以叫梁广总督府 这一类的 上海三四十年代 盖好一点的房子呢 就叫什么新村 对 然后呢公寓 然后呢叫别墅 别墅就比较高级了 到现在还是保留 别墅都比较高级了 但这些名字呢 到香港全不能用 对 因为你想这些名字 都是酒楼堂用的 没错没错 全是酒楼堂用的 所以香港的楼盘 那个底座啊 它就要改成什么居 什么宣 什么园 我还查过 宣啊 在字典里查出来意思 就是一个很窄的地方 它可以看得很远 这不是香港的房子吗 住得很小 可以看得很远 他起的比较低调 他转一个弯 他比较一点中国 他常常起什么庭圆 家园 什么庭庄 山庄之类 这类最多 上海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阳明最多 什么巴黎啊 伦敦啊 什么 你们上海就重阳嘛 这个能指所指是 是没关系的 这个名字随便你叫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房价 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生活品 它一方面 它造成了阶级分化 这我还专门写过文章 同样 比较二十年前 大家赚差不多的钱的人 比较我们两个人的工资 差不多 但这二十年 如果你借了钱去买 再买再卖 我什么都没动的话 我们现在就两个阶级了 我的银行里 弄来弄去就这么十几二十万 你可能已经账面上上千万 当然你弄得不好 也会有问题 可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你不觉得 现在我们都说楼价太高 有泡沫怎么样 现在不是很多学者 很多经济学家 都说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这泡沫怎么样 其实你要说这个泡沫 你说这个楼价 你别说像这个钓鱼台七号院 原来它其实成本是四万元 那么卖到三十万 那很正常 你去叫李嘉诚来讲讲 那你说这个泡沫这个东西 难道中国现在就只有这个有泡沫吗 我觉得所有富豪喜欢的那些玩意 都是一堆泡沫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看现在买这个烟 我抽烟 那么我有时候看这国产烟 你知道很多国产烟的品牌 它会推出一些特别品牌出来 那这个烟呢 我见过的一盒 两三百块 二十根 然后呢 有人请过我抽 我一抽 你说以前不是最贵的熊猫吗 熊猫你还真觉得它有一点特别 现在就是 这你跟我说是十来十来块一盒 我都觉得可以 它怎么会就卖到两三百 有些酒也是 没土一口就几块钱 然后比如说我认识这么一个人 他跟我讲啊 他说他以前呢 就是专门帮这个一个酒啊 新推出市面的一个酒的品牌 要去做这个市场价格调查 还没推出来 他就到酒吧去问 你们知道最贵什么酒 然后人家说拿一瓶 几十年茅台出来说 这个最贵 然后呢 后来他们这个公司决定 那行 你这茅台多少钱 我们就比它贵百分之二十 你只要敢定这个价 它就有人要 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一群消费者 没错 他跑到里面 他不问什么东西好 就问什么东西贵 没错 就这样 对 他逻辑是 他套用在所有的事情 对 像我前几天跟一个香港的美容医生 我怎么称呼他呢 美容也是整形医生 吃饭 他告诉我说老朋友 他说他现在赚的主要的客人都来自大陆的 特地来香港整形 然后当然也是 他不是不问价 也是坐下来问你什么最贵 他说很好玩的 他问价的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 他其中一个项目是专门提议女性龙兄 他说很多内地的女富豪来到 龙的万元凶 对 他问你 他以为说龙凶大小是什么形状是不同的价格 他以为这样 他坐下来就问你 医生啊 龙什么形状的凶是最贵 我就用那一种 我那个医生朋友说 我们没有分的了 主要是看你 那医生跟他说元宝型的最贵 工商银行型的最贵 因为他学习了嘛 他以为说龙大一点又贵一点 或者说什么样有不同的价格 这个问题 这个都来要看最贵 他整个就是说哪个最贵的凶 我叫龙最贵的凶 这个就相信资本主义到了迷信的地步 这个价值观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已经 有些富人 比如说他说他有时候要最贵 然后那个贵的东西他还要最精英 比如说我们那天讲高铁 你看到那个VIP房 那像这种VIP房 有时候我也会想 因为我在中国到处也看到VIP房 我就觉得常常有个感觉 中国大概是今天全世界 最讲究阶级差异的地方 因为我很少看到有别的地方 你看我们机场 你机场呢 你买了头等票的话 你连通关的这整个安检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到了美国 到了哪里 到了香港 这都一样 你就这么排队 安检嘛 对不对 人人平等的 但在中国你只要是头等 你就走不一样的路 那么当然了 这我做头等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到哪都看到 这种很鲜明的那些富豪 他就要他我们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要最贵 我跟你们区别开来 钱花的是买什么 就跟你讲 你住在一个海景豪宅 最重要不是海景 而是别人羡慕的眼光 没错 钱就是花在别人羡慕的眼光 这是炫耀性消费 回去人家看胸口了 炫耀性消费 最贵的 最贵的 他这个胸上头 他这个聋了胸之后 最好那个医生还得闻身 闻上这个原来价码 港币多少钱 旁边表示 这是这诊所最贵的胸 所以胸上一行字 然后到 在他楼上看这什么玩意儿 Hopression 巨大 所有人都能购物 即使 出来 di